他之前只是睡觉的时候吃 后来白天有的时候也不吃 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所以他会被骗争 或是自己的自愚蠢 他会让他感兴趣 妈妈刚才的问题是说 那为什么他突然吃多了 以前可能只是睡觉对吗 现在就更多了是有什么 这个跟他们搬家有关系吗 是刚刚来的 还是有关系的吗 因为他说有一个感觉 他会找到他自己的 有什么事 让他感兴趣 亚洲的家长会担心说 那一直吃下去吗 会不会把手吃坏 会有劲力的 手都已经有点破了 所以我就很担心 因为他继续了他的腿 这位女士在绿房子工作了几十年 她始终对孩子饱含深情 如果你听到孩子们 你看到他们的眼睛 看着他们的眼睛 看着他们的眼睛 感兴趣 因为他们都没有说 但他们都没有说 他们都会听到自己的眼睛 他们都会听到自己的眼睛 他们就知道 他们都会知道 在法国心理学家看来 人就是语言生命 语言功能连接了所有人 你能不能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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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想站起来 你能站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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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法国教育探索的过程中 我意外地发现 法国人特别爱说话这件事 他们喜欢自我表达 辩论 也相互倾听 有的时候 你感觉他们是一种 还相互否定 就是说我否定你 其实我是想问 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